大家好,又回到我們 妄向編輯部Youtube出人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戴馬Sir 歡迎光臨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浪費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又說說美國疫情 其實很久都沒有說過,因為 因為美國當然跟新冠共存 但是疫情是從來都沒有停過的 最近他們也知道糟糕 所以很多地方就開始重視起來了 好像費城宣佈室內口罩令是重臨 由於新一波疫情費城宣佈下星期開始 餐館、學校、公司等等的室內公共場所 又是需要開始佩戴口罩了 成為美國第一個重啟這類防疫措施的大城市 費城曾經在很短的時間內做過美國首都 不過當局也表示 城市是照開放的,即是不封城 新規則是指18日開始生效 費城衛生局局長就說 現在全部的餐廳、學校、 還有商業機構在室內必須佩戴口罩 他的衛生局長就說 現在新增的確診數太快了 比起月初激增了50% 令費城加強防疫措施的決心要加大 他就說看起來 新一波疫情又開始 就跟歐洲一樣 他就說在這樣的 傳染程度下 他就認為 沒有理由 恐慌或者 不做我們喜歡的事 所以這個城市 是照常開放的 這位 衛生局長也說最近一次統計當中 費城 平均每日 有140多個新增個案 但是 只有不到 50個 確診人士需要住院 路透社也說 現在截止到 上個週末 賓夕凡尼亞州 一個星期內的確診數是攀升了70% 令到這個州成為美國 傳播最快的10個州之一 費城人口不算很多 150萬人 1月份的時候 Omicron變種當然是激增 其實美國現在主導的都是BA2 數量是 創了最高的紀錄 但是 不要以為1月份 就是數量紀錄最高 3月份減少了 一個月傳 就開始放寬了 失礼 就 沒有了這個口罩 不過 後來 看到現在這個 確診數 又要 緊回來了 因為 雖然1月份 是創新高 但是如果再這樣下去 4月份 又會一波新高 跟美國很多地方一樣 現在 費城 都開始害怕了 根據 美國疾控中心2月 發佈最新的指南 目前美國幾乎所有的 地方 在室內都不需要戴口罩 不過 這樣是不行的 現在美國佔主導的就是BA2 BA2傳染得很快 好像 除了費城 洛杉磯都很厲害 所以美國只可以 宣佈一件事就是 延長 公共衛生 緊急狀態 是昨天宣佈的 美國部分民眾 可以繼續獲得 免費測試 新冠疫苗 以及 最少三個月的 新冠治療都是免費的 疫苗都是免費的 這個不用說了 美國的 政策專家預料 這次 或者是當局 最後一次延長 不過 有些專家就說 會不會太遲 會不會太遲 或者說 會不會當時開得太早 現在意識到 要重新戴口罩會不會太遲 美國 衛生及 公共服務部就宣佈 再次延長公共衛生 緊急狀態 並且會在到期前 60日 通知各州政府 受到新冠新一波疫情的影響 其實 大家都是害怕的 美國在 2020年1月 首次頒布公共衛生 緊急狀態 當局之後 每季度就會更新一次 原定 就是 16日 即是星期六就結束 打算 鏡頭結束 結果是沒有 是要延長 美國 政策專家就預料 這次可能是最後一次 這個狀態 美國澤西家庭基金 醫療保險政策 項目主任 就叫做 Julie 他就說 實施公共衛生狀態 民眾接受檢測 治療和 接種都是免費的 但是這些項目 未必會在公共 衛生狀態結束合 會繼續免費的 即是鼓勵別人 現在這個狀態之下 快快去 對 快快去檢測 其實美國政府 一直是支付民眾 新冠檢測 還有疫苗 還有治療 但是 現在 已經要求保險公司介入 因為真的花很多錢 真的花很多錢 通過公共衛生 緊急資金支付全數的檢測 和疫苗費用 美國國會也討論 增加 應對疫情撥款這個項目 分析就說 路透社說 這次延長 顯示美國政府依然 是覺得大流行是一個威脅 其實一直都是一個威脅 延長有助於當局控制疫情的 這些 經濟方面的措施就是付錢 就是這麼簡單 另外 除了費城之外 美國大眾運輸 的口罩令 原本也是18日解除 不過 由於現在 這個BA2真的很快 抗得很快 所以全美的確診數升得太快 疾控中心就宣佈口罩令 不過是 公共交通工具口罩令 就延到5月3日 就為了壓住這個 那麼高的確診數 因為 19原因 當時疫情快速 散到全國美國都有 所以 美國政府去年1月底就頒佈了公共交通口罩令 要求民眾在乘飛機 輪船 火車 巴士 地鐵 的士期間 全程要戴口罩 那麼口罩令 本來就是 18日解除 這次又是 回來了 他們就好像廢城 現在才知道 糟糕 但是由於Omicron的 亞總BA2在美國擴散 其實 現在 這個當然是佔了 美國 86%的確診數對BA2 近期疫情升屈得太快 所以美國疾控中心就宣佈 這個 公共交通工具口罩令 延長15天 要到 5月3日 疾控中心就說 口罩令延長時間 其實是經過專家的評估 專家就評估近期疫情 的確診數升得太快 包括住院和離世 還有重症 等等的 確診數令到醫療系統 是存在 巨大打擊 因為太大壓力 根據官方數據顯示 自從3月份以來 美國過去平均7天 一直維持在 日軍 單日是2萬左右 疫情 很明顯是上升跟澳洲一樣 跟澳洲一樣 但是 上星期升得更加快 過去 美國 截止到上星期 美國 上星期的 7日平均增數 是3萬多單 所以 大家都要小心 有些東西不到你是看不到的 當然 福奇 接受全國 公共 電台訪問時 就說 BA2的驅使之下 美國未來確診數 一定會像英國那樣上升 在秋天之前 大家應該 再接種 第四劑加強劑 當然 現在有些人就當看不到 但是 他始終都要回來 是嗎?始終都要回來 等 西匯說 中國為何這樣 整天 清零清零 現在證明了美國都在害怕 一近期 我們看到美國的 疫情顯示平台 都知道是糟糕的 不過流行病學家就說 這個數據 現在美國官方數據 是可能被 嚴重地低估 疫情 上升的趨勢 被掩蓋了 最主要復活節假期 還有一些學校假期的到來 最會當然是多了 所以 傳播速度當然會快 美國疫情 可能會再次急劇上升 美國疾控中心的最新數據也顯示 現在每天大概三萬多單 而且 日平均 也有幾百人是離世的 日增的住院數就千多個 比起一月份的高峰時 有下降 但是近期 你要看到 Omicron這個亞變種BA2 因為傳得太快 所以二月份以來一直都是上升的個案 BA2也成為了美國的 主要流行病株 為美國帶來新的風險 專家就認為BA2 這個亞種在 歐洲快速傳播 很多國家 經歷了新一輪的 個案激增 當然 走的人也很多 住院數也有增加 美國可能有相同的遭遇 因為費城是賓州的 所以他就是訪問了賓州的 一個 專家來自 賓州大學 醫學院的教授 伊紐曼 他就認為 美國現在處於一個新的 大上升趨勢 只是還未確定這次規模有多大 他就說BA2這個亞種 的傳播能力比起原始版的 Omicron高太多了 全美國都在加強 這個 傳播 另外 美國其他媒體也報導 檢測不充分就令到 很多個案 沒有驗出來 所以現在的實數是多少 沒有人知道 跟英國一樣 多數都是低估 是的 多數都是低估 今年1月美國疫情高峰的時候 每天的檢測量有200萬次 而目前已經變成 日軍只有53萬次 一些輕症的人士 就不再去 去做病毒檢測 還有一些群體 在家裏檢測 但是就不上報結果 事實上 美國各地統計的數據已經反映出近期的疫情 不斷地向上升的趨勢已經來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就引述 最新的數據 過去兩個星期 有些州份是升得很厲害的 好像阿里桑拿州就升了75% 紐約州就升了60% 華省就升了60% 另外 這些廢水污水的 監測數據也顯示 科羅拉多州還有俄罕 還有華盛頓州 還有華盛頓州等等的感染率 是現在正在升的 低估情況之下 阿里桑拿州都那麼厲害 近度足為X街 這個肯定 還有一個州更厲害 內部拉斯加州 是升了70% 這個確率很厲害 所以福奇 認為未來幾個星期 美國確診數必然會大增 今年秋天 美國仍然 一波激增潮 他就說 感染的個案增加 可能和美國各地口罩令的解除有關 所以 公共交通工具就不解除 要到5月3日 廢城更加是 室內也是要大 所以廢城是好的 但是廢城的專家也說會不會太遲 有些 其實不應該那麼早解除這個口罩令 放鬆 室內 所以 場所控制措施 其實 就很糟糕 大家要記住 疫苗 一段時間後的抗體水平都有所下降 這個已經證實了 也是正常的 如果 情況出現變化 確診數和住院數 會再次大增 美國 或者 將會恢復更加嚴格的措施 包括室內口罩令 廢城這樣頒布也是對的 18號開始 我們看看美國的所謂抗疫之路 其實也是存在著 收緊 放開 惡化 再收緊 再放開 這個 都是個惡性循環 有些人就說深層原因是什麼 就是 將 科學拋開一邊 什麼都政治化 之前我們都說過特朗普時代 就已經什麼都政治化了 甚至這位福奇 特朗普的黨也說炒了他 是 真是糟糕 科學家 講真話就要被人炒 那就沒有人敢了 那就講真話了 從 戴口罩和接種 亦都有人反對 當然我們當然是說接種接種再接種 這個必須的 美國 醫學專家 Peter Hoyts 其實亦都說 美國 反科學的浪潮是高漲的 當然是有政治勢力在後面推波助瀾 所以 政客 當然是難辭其咎 不過 他們就是靠這些賺食 很難說 他們這些人就是靠這些賺食 不然怎樣做 我覺得 美國現在最需要做的就是 重新有口罩令會好一點 起碼頒布幾個月 這樣會好一點 如果不是 當然現在 你說 定一頂 你們有沒有口罩令 當然有 OK 我們基本上有都等於沒有 這麼放鬆 是的 因為大家都不理 其實你看到有些地方 他都叫你戴口罩 不過 就算有警察 他們都是當看不到 我覺得都是浪費 亞洲地區可能好一點 亞洲人始終是聽話很多 這是現實 好像政治雜誌 的一位 專欄作家 Robertson 他說在美國 關於 新冠防疫措施和疫苗 接種令 其實早已經擺脫科學 大家都 用一些文宣 去做政治宣傳 這件事我覺得 是 都幾 令人悲傷 我們看看數據 其實不單止美國這個數據 很多國家都是 跌了 就是這個壽命的預期 是降了 因為這幾年 走的人太多了 如果你一 除了平均數 你覺得 原來跌了 針對全球 人均 預期壽命 我們看到 美國就做了份報告 因為 疫情 所以 這個 人均 預期壽命 是跌得最多是美國 美國的降幅是 發達 高收入國家當中最大的 在2020年的 預期壽命下降了1.87 都幾厲害 差不多兩年 因為 那段時間 你知道美國就很糟糕 很糟糕 另外 21個高收入國家的平均 壽命 預期降幅 都是 降了0.58 這份報告的作者就說 因為很多原因 有心臟病 糖尿 亦顯示了缺乏全民 的醫保 還有收入 教育 不平等 不健康的飲食 都是造成 這些 壽命 預期 減低的原因 美國 預期壽命 已經是 連續這樣說 近期 一項全球人均預期壽命報告就顯示 各個國家 普遍因為疫情 因為當時 各個國家 走的人都突然之間多了很多 所以 預期壽命下滑了很多 但是 比起另外21個發達國家 好像 法國、德國、加拿大、南韓、丹麥 美國的降幅是最大的 其他國家平均就是 0.58歲 美國是 1.87歲 而且美國更加是連續兩年 預期壽命大降 19年 就是 78.8歲 2020年 因為走了很多人 就是77歲 亦都是二戰以來美國最大的降幅 而 2021年 你別以為很早還是降 在76.6歲 持續下滑 大家都覺得 究竟什麼原因呢 當然疫情確實是影響巨大的 2020年 因為新冠 離世的人數 就 令到美國 逃跑了很多人 而且 新冠就是 美國 第三大令人 離開這個世界的原因 只是 少於心臟病和 癌症 嘩 已經這麼厲害了 因為你想想 其實心臟病和癌症 這個一直都是 頭兩號 但是你新冠 新冠 是 新冠美國就很厲害 研究也顯示 美國疫情初期 其實 因為 上是特朗普年代 初期的時候 態度就比較慢 慢了幾拍 導致大量的人 離開了這個世界 本來是有能力 是可以控制到的 所以他們 比其他的發達國家 走的人數多 走得那麼多的話 當然 離世的人數 急升之下 預期壽命當然是急降 不過 雖然美國 這次預期壽命大降 是受到疫情的打擊 但是 是沒有辦法掩蓋到 美國的一些 真相 其實 自從1980年代以來 美國在這項數字 落後於同樣經濟水準的國家 並且 隨著時間越拉越遠 尤其是最近十年 專家認為這次疫情的打擊 讓美國人重新反思自己的健康問題 其實美國 最多人得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心臟病和糖尿病 這是根深蒂固問題 很多國家都是 沒錯 但他們有件事和一些 發達國家不同 就是缺乏全民的 醫保 社會上 收入和教育不平等 會造成最後就是 貧富懸殊 當然 窮人的壽命 當然是低一點 以及不健康的飲食 較差的社會環境 都是美國現在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 針對社會上 對疫情的反應 專家亦都提出批判 希望這項數據 令到美國人可以清醒 要停止 一些叫做 不科學 不理智的取態 就是之前的什麼 反疫苗分子的壞人 總之有得接種就接種 有得接種就接種 有得接種就接種 亦都要配合 公共場所 佩戴口罩 一樣是同一個結論來的 佩戴口罩 以及 戴流行 的時候 要謹慎一點 沒有必要 如果將來這幾個星期 那麼嚴重的話 最好還是減少活動好一點 我認為難一點 我對於這個 我也覺得是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再見 OK OK 感谢观看